不夠熱情 不會沒什麼了不起 也老是30減20是28嘛 沒什麼了 所以各有專長 但我覺得很高興的話是說 漂亮 我太難記得了我在大概五六年前 在過年的時候在高雄的愛河邊 有人在吹上衝 吹著之間讓我覺得說 哇怎麼會演員把樂器玩得這麼好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嚮往 我只有講了這麼一句話說 如果我退休之前我也想來學 我太太就記得了這句話 造就了今天大家的緣分 他就是先斬後奏 買了以後 你就帶他去 我就叫我來了 感謝愛河 如果發現真的是 愛太太就會愛音樂 跟他講的天道 他說愛音樂的男人 不是一個好爸爸 一個好先生 那當然 我也一個好太太 我也不是一個愛音樂的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高興 跟大家有這個緣分 一起來 enjoy 在這個 塞斯工的領域裡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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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workers 謝謝